十月是诺道成熟的季节 壮族聚居的夏瑶村 正在迎接一个专为稻谷丰收设置的节日 西米节 口感上水稻常被区分为诺与非诺两类 粘性特别强的统称为诺道 含量丰富的汁炼淀粉 使它蒸煮后极具粘性和韧性 现在潘岩绍和黄兰蓉要把树叶放进废水中煮上一番 越加蒸煮 树叶就会融解出黄绿色的溶液 成为糯米的天然染色剂 浸泡后的糯米再加以蒸煮变成了黑色 现在他们用另一种植物将糯米染成黄色 用植物给食物上色是一种古老的智慧 它既满足了一个封闭而艰苦的民族对色彩的渴望 又在客观上保护了食物天然的品质 这种米饭油脂丰富 结实耐热 被当地人看作最值得依赖的食物